接下来我们利用全等性质来判断两个三角形是否全等 这一题呢 我们来看条件 脚A是20度 脚C也是20度 AO长度是5 CO长度也是5 我们来判断三角形ABO跟三角形CDO是否全等 首先依照题目的条件 脚A等于脚C都等于20度 我们给它一个A的标记 代表这两个三角形各有一个角是相等的 再来AO跟CO的长度都是5 我们用个S来做标记 代表这两个三角形有一个线段是相等的 再来对顶角相等 也就是脚AOB会等于脚COD 那么这两个三角形嘛 会有一个角是相等的 我们一个A做标记 从步骤一步骤二步骤三来看 脚边脚 所以这两个三角形 我们经过旋转之后呢 发现可以叠合 它是因为利用ASA全等性值判断出来的 这两个三角形全等 第二个三角形